前天有个事给我气坏了 我心脏都疼 我这哥们19岁 拿本拿历年 他爸5.0T行政家常 当时全版级了小400 哥们天天开的 当破烂似的 现在总算央格他爸 买了一台大700 兰博基尼 Poci Lambo 虽然是台二手 也不是很贵 400多万吧 于是我就问这兄弟 我说兄弟 你开心吗你买这车 还行嘛 反正也经常看 这回总算给买了 我也踏实了 我说你没有什么别的想说了吗 我没有什么想说的了 我觉得这一步是我应得的 我说什么叫你应得的呀 他说你知道 我都求了我爸多少天了吗 我天天满地打滚 我就差给他跪下了 原来每天 跟自己父亲面前满地打滚 就可以得到一台 价值400万的 兰博基尼吗 其实人与人的差距 真的是太大了 人家三四辈人 努力出来打下来的江山 难道比不过你 十年辛辛苦苦上学 寒窗苦毒吗 虽然你爸这辈子 给你买鸡大牛 但是 兄弟咱能笨的 咱得努力起来 可以让咱们自己的儿子开上 我就没毛病啊